沒有加薪 只有砍架 勞團高喊沒有加薪 只有砍架 勞團十號在行政院前抗議 提出政府推出的勞基法修正案 砍七天假 推一例一休 要讓勞工拿到雙倍加班費 但學者說在九十年 勞委會函視針對月薪治勞工 已經規定休息日出勤 想有一點三三及一點六七倍的加班費 根本是讓權益倒退 而律師劉冠廷說 以九十年韓式來算月薪三萬六千元 換算時薪一百五十元 若休息日上班 應該要拿到一千九百元加班費 但現行勞動部加班費 算法只能拿到七百元加班費 現在卻說要幫勞工 加薪根本是在欺騙勞工 依照現行的法律 勞工如果禮拜六加班 只能加拿零點三三跟零點六七 我們認為這個講法是非常荒謬的 勞工他今天禮拜六在家裡休息 他就可以領一千二了 他今天還要特地洗床出來上班 你政府卻只加給他七百塊 我們認為他們這個勞動部的算法 根本就是在混淆視聽 而在立法院內勞基法爭議也在持續延燒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表示 願意重審勞基法 不過要求其他黨團不能霸佔 而針對勞團疑慮勞動部提出說明 現行前兩小時零點三三 後兩小時開始零點六七 被加班費 少掉一倍是含在月薪當中 並沒有爭議 況且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說 目前爭議只在週休二日 砍國定假日及特休假 因此勞基法如何修改 還要看下禮拜委員會各黨團如何處理 謝謝南達給台北市採訪報導